親愛的陳教授 以及我們考委委員 在這個場合裡面 跟我們執政黨的這麼重要的委員 來做一個詳實的報告 我們也希望這一場是我們 結束整個破壞案的最後一場 這是我今天跟大家報告的主題 這是下集 上集在網路上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們根據剛才陳教授所提到的 過去這些228白色恐怖的歷史 這是台灣人比較了解 我們台灣人要知道 過去我們去用這個政治的步驟案 走很多 很多台灣的一些紳士有錢人 有能力這些人 我們講的是精英分子 在幾年之內 大概就被毀掉了 這是一個很討厭的事情 為了手來的管理 可以這樣為非做派 那我們還是不能忘記 從228在19 1947年開始 就是茶菸 接下來就是戒嚴 接下來解嚴 解嚴 到1992年解嚴 但是我們整個體制 委員我們整個體制都沒有改 沒有變 我相信你也是一直想要變 但是那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我也了解 但是我們再來看這個歷史 跟一九九五年的時 政府立定位總統 代表政府來度限 一九九六年三月代算 第一次台灣的總統代算 剛才檔九時有說到 這個四周人 之後呢 年底呢 開始大整數 這就是整數的源頭 就是在這裡 所以 希望我們的總統 看這個事情 應該比方更清楚 這個太清門的稅務院案 後面我會跟大家來做 相識的報告 我們再來看這個政治的整數 到底是怎麼來 黑面堂 有人減起 押人其共 嫁禍財 而且不擇手段 再來是押黑 人格大押殺 偵查大公開 這是我們的檢察官的 偵查部的公開 檢察官所得裡面很早就有了 都沒有你信到 接下來散播假消息 現在我們台灣正受到假消息 網路媒體這樣的受害 那時候台軍門這個洪道指掌門 已經是我們破壞了 再來羅智入罪 過去以前是怎麼 一定把你抓來關 接下來呢 流流的把你槍斃 再來呢 沒收你的財產 所以 你現在所擁有的都不是你的 所以說 沒有民主 民主不能當飯吃 我絕對絕對是 把他當放屁 民主是我們的三餐 是我們的空氣 絕對不是一頓飯而已 接下來我們來看 這是我們過去的政治整肅的公式 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來看 太金門政治整肅案 來檢視他 邏輯流程是什麼 不實檢舉 幾個有兩個 不是檢舉 而且在法院的前面 在法官前面 用戳破啊 再來用一張 大吉訪的來電電話紀錄 給委員報告 這個是 這個是診室的緣頭 在那時候查來 就知道誰 下達這個命令 通電話來電紀錄 大吉訪二科的來電紀錄 開始發動政治整肅 賀槍實彈 要將兩百人的檢警調 抓詐欺 動到這樣子 實在是很荒謬 再來壓人其共 沒人口喔 先壓再說 偵查大公開 大風炸 先射箭大法馬 而且還班主說養小鬼 敢說是邪惡宗教 你是什麼傻笑 宗教是你認定說你是邪惡 到現在都沒有道過線喔 檢察院要求 就責重演一組也沒有人處理了 這是違反我們的法令之外 而且違反人民對 這個檢察司法體系的信任 一個很重要的傷害的地方 來到我們的重點也很重要 這個刑事的迫害 我現在就簡單講就好了 85年發動正式診數 91年監察院調查報告 要求法務部重演救責易處 侯寬人爭霸太盡門案件 犯了八大的嚴重缺失 要求重演救責易處 再來呢 民國九十六年的七月 刑事三審判決 無詐欺 無逃漏受惡 無違反遂天紀念法 無罪確定 三審通通沒有被打槍 接下來我們來看 裡面很重要的判決的認定 地址正義掌門的禁師禮 屬正義性質 它依法是免稅守得 而且地址統一代辦煉功的相關的東西 煉功府 是代辦性質 並不是盈利販售 中華民國所有的武士團體 人民團體 和宗教團體 和公廟團體 所有的借負 想起風求水 那個借負 委員這樣說比較簡單 不是這樣 當初這樣真是不行 當然不是我們執政黨做的 大家那是他們以前做的 真是違非作態 對對 沒錯沒錯 再來就是 燕利賠償 在民國九十八九十九年 所有被羈押的世衛 通通獲得厭利賠償 這個案件結了 所以刑事凡的清白 接下來 囉哩囉哩這個 尾就是這個 我們來看 這個 發動診數之後 會跟那個八十六年十二歲 國稅僑發出稅單 那個稅單要來 就依照檢察官移送的見證 他沒有經過實質調查 他就開出稅單 就是這張 其中是六個年度 因為一手的追法 他能夠追 總共是六個年度 就六個尾巴就這裡 那我們來看 這個在民國 九十四年的五月 九十四年 這條一歲 紅的一歲 九十四年五月 最高 行政法案 台中的高等行政法案判決 有謝忍的 這個太行政法案勝訴 其中八十一年度敗訴 最後最高行政法案敗訴 第一次敗訴 來到這裡 打到最高行政法案 敗訴確定 那個問題是什麼 用補習班來開出稅單 而且那時候的國稅級是引力政見 欺騙了台中高等行政法案跟最高行政法案 所以造成判決一個年度敗訴 但是其他四個年度是撤銷喔 接下來我們來看 九十四年 往上面看 九十四年 台北高等行政法案判決 其中一個八十五年度 太行政法案 理由很簡單 你為查明所得性質 然後我們來看 在監察院 九十八年九月呢 調查認定國稅級 調查太行政法案件 犯七大重大的違法 那九十八年的八月呢 上面那個 八十五年到最高行政法案 判決太行政法案 地址贈禮師傅的理經 是屬贈禮性質 非常確定喔 那請問一下那八一呢 這裡呢 這個地方判決確定呢 人家後面判得比你 這裡是後面是灌前面喔 不是後面來依你前面喔 一你就輸了啊你幹嘛判 對不對 而且呢我們來看呢 監察案調查 九十八年也 也認定你沒有查明清楚啊 那另外呢 九十五年度呢 他又開出一個稅單 萬年稅單就這樣來了 你贏不贏 沒效 他也沒給你信到 然後呢 複查決定 照法律規定是兩個月 最多延長一個月 他沒給你信到 三年我繼續給你開一年 萬年稅單再打一次 八五年高等行政法案 跟所謂宿院啊 複查宿院到 到那個高等行政法案 就是這樣來的 好那簡單講起來 大概一百零四年的三年 八十五年 第二度判決勝訴 到最高行政法案 一零四年七月判決 也是太極門勝訴 所以你看 好像八十五年 一樓都贏了喔 他一樓給你開 現在放四年了 他還可以開呢 他沒給你插那麼多 這一個很吃辣的 還有一年 郭小姐剛才被掀掉 好我們來看呢 一百年的時候 當初的林宗生 執政黨是國民黨 他們發覺不對啊 所以召開跨部會的 這個會議 相關人等都來 有三四個人開這個會議 結議就是那麼久了 無同調查 當初也沒有調查清楚 那是李宿就說的 李宿就說當初調查不清楚了 那一年了 現在也沒有辦法調查 所以就用公告調查的方式 來調查這些所謂性質 調查出來第二年的二月 一百零一的二月 所有調查的七千四百零一份 多說是勝利 照說這個出來就要截掉了 前面通通要截掉 不管你八一判決確定不確定 因為這個理由已經很完備了 你這個地方理由都不完備了 而且 六年多東西 只有一個八一年是補習班 其他通通不是補習班 還有這個事情 對 你像一堆雞子說 這裡是雞子那是阿 還有這樣 接下來一百 這裡調查出來通通是這樣 結果他還是開出稅單 結果呢 在台中高財情況下 竟然買單 對不對 他說 這四年度還是國稅局勝訴 他就把國稅局的理由 複製貼上 這邊所有答辯 一個不鳥 所以他有利不利 都要注意他也不採 所以這時候判決林秋華法官就出來 當天召開記者會 就是說 人家問了 人家在大陣盤都怎麼樣 你這裡怎麼不一樣注意 我老了 我年紀大了 有時候看了看了 我就很快就忘記了 就是這件事情 所以一個法官可以公開開記者會說 他忘了 忘了人民的有利 這是法律民運規定喔 他必須要有利不利都要注意 結果他也不注意 結果他也沒被懲處 所以喔 淘汰不適任法官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沒有那個人看你 真的非常非常大 大到不跟你 不管你誰來 他根本就不鳥你 接下來呢 上次到最高行政法院呢 把他打槍了 判決泰軍民勝訴 而且還指責到 81年呢 判決很多的理由不備啊 這個地方 理由不備啊 很清楚啦 他已經幫下層的行政法院 已經鋪路鋪好了 你要快點把他解掉的意思啊 對不對 那理由很充足啊 你不能指責他了嘛 而且他真的是 這個依仲記來判決啊 好那 整個稅的 目前是這樣 所以81年確定 其他的年度裡面有六個 六個 六次的行政法院判決 泰軍民勝訴 所以再怎麼講叫六比一 六年是六比一啊 以大數法則啊 以獨樹獨國理論啊 那一張開出來就沒有好好調查 何寬人的動機 行政在司法在這裡面被判決 無罪確定啊 獨樹獨國啊 你這個本來就通通要翻掉 這就是很簡單的一個法律的邏輯啊 所以 要頻繁這種的 過去留下來的 二十多年的政治整肅犯 我們期許 現在執政黨 快把它處理掉 我絕對 我絕對是泡泡的 黃煙火 因為這是對人民 對一個國家 對貼解 對這個微微作歹的人 一個最大的教訓 雖然我們不是說 你一定要跟他怎麼樣 但是你要還人家清白是很重要的 這是責任 我認為這是責任 接下來我們看政治整肅 簡單講就是公權力犯罪啦 對不對 就是公權力犯罪 我們可以立法讓人民或政府 什麼事可做 什麼事不能做的紅線嘛 對不對 那個紅線一出來 大家遵守 如果他跨越紅線 本來就應該 應該要去處置嘛 那過去這些 這些228槍斃了那麼多人 白色恐怖那麼多人 對不對 甚至抓到抓去 關到那個那個那個 什麼立島小樂曲 對不對 或新店那個那個那個 軍事建立 人家的一生就被毀掉了 對他們那些人是不痛不癢 非常的嚴重 所以很慶幸我們現在的自由民主 確實有進步 但是我們對於平反這些 冤案錯案 我們的速度還是非常的蝸牛 這是我個人一個非常大的取緒 只要要做假案 不管是什麼年代 就要把它平反 我個人認為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這個東西召開一個跨五院的會議 因為裡面已經牽制到監察院 牽制到行政法院 然後牽制到刑事法院 已經判決人家無罪是這樣 法官都跳起就要講話了 所以一定要有人跳出來把它處理 不能縱容國稅及財政部的一些官僚體系 這些財稅 財稅體系的這些這個結構 能夠會讓我們的整個政府體系 相當於變實能 人民的抱怨就會反射到我們的職人身上 這是我個人的認為 所以期許我們的煙錯假案 我們的現在的職人 盡快盡快 拜託 也拜託 真的是只能這樣子 盡快把它處理掉 我們希望好消息很快出現 謝謝大家